尊敬的战友们好 今天是4月14号 文贵在这个船上报平安视频 刚刚运动完特别的爽 哎呀在过去的24小时发生那么大的事 通过这件事啊 这个我可以感受到 上天送给我们四个最大的礼物 这四个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 根据昨天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军们 对叙利亚实施了这个手术式的定点打击 精确打击 这个盗国贼啊 又开始给报告了给中央 又是护认习主席了 上天给了我们共产党一个礼物 啊 你看他正在中美紧张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这个把视线转上了中东 叙利亚 就像当年美国发生911 拉登事件伊拉克战争 给我们留下了战略的时间 啊 这就是上天给我们礼物了 习主席你是上天万年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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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降临人间的这个圣上啊 哎呀 人民的福祉 人民的救星啊 王岐山同志又得说 哎呀哥们儿你想啊 然后孟建柱得写信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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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革命的利益集团 哎呀厉害啊 你这又福星高照啊 一定的 我太了解他们的规则了 啊 然后呢 习主席啊 你说 能上当吗 不能全上当 但也部分受影响 但是 大家走着看 这绝对不是伊拉克战争 和美国的911恐怖袭击 啊手术者 外科手术者打起 打完就走人 在天上 你也甭想给我搞什么话 你也甭想拖住我的腿啊 不行再来一轮 几轮打 直到你打垮为止 人道上在世界上占了主动 然后在战略上啊 这个可以说是中俄美的三角关系 这一下子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同时 美国在过去这些天啊 我在华盛顿了解的 多方面进行了外交的斡旋 进行了桌子底下交易 那才是核心啊 这这个中南海的人 中南坑的人比我明白 那就是俄罗斯到叙利亚去 他绝没有心思说要霸占中东 他搞叙利亚的目的 就是要把乌克兰 把这个地方做个交易 实际是乌克兰的事啊 那么这回桌子底下 基本上美国和欧洲啊 联盟军已经答应他了 实际上人家俄罗斯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 那你打吧 我就走人了 本身这个化学武器上我担保 我一走 在这事儿上我就吃 我就理亏 然后呢 战略上我也不想多待 然后呢 打叙利亚为的是做俄罗 这个乌克兰的交易 现在已经桌子底下 基本上就是走人 绝对不是战略的机会 另外一个 恰恰相反 接下来的 美国和北朝鲜的战略谈判 一定会出现大家想象不到的结果 一定 不管是好 还是极好极坏 都是对美国有点 极好 那不用说了 这一下子就是整个 这对咱们国家是非常不好的 那极坏给了美国联军借口 打他 在亚洲更加有新的战略机会出现 战略机会 对待美国来讲 所以说这又是一个大事儿 然后 这个现在美国同时搞贸易战 这贸易战的目的也不是贸易战 核心的目的 下一步 是真正的 这个外汇 货币 整个这一块上 这是个大问题 那就是中国金融开放 中国货币升值 货币要升值 然后 这一下子就是 咱们国内就出大问题了 这就出大问题了 盗国贼 将面与巨大的考验 所有的谎话和欺骗都将露相 这是一个核心核心 国际大形势 最当然是 这个盗国贼 下一步的谎言 戳穿上天给了我们机会 在中朝 在这个美朝 美戌 美伊 这个问题 在有突破性的发展之后 一定是冰陈南 冰向南海 中国南海 这是肯定的 这个一到中国南海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复杂化了 这就复杂化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考验 习主席的伟大的国际思维 考验盗国贼 还能不能继续形变下去了 这是一个最大的礼物 第二个礼物 内涵段子 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 一个新时代的 这么一个 追求法治民主自由的时代 让大家看到 这些人不差钱 而且绑架了好几代 也不怕死 也没那么多负担 也不像过去的什么 民主民运 为了钱 都是为钱打仗 为了女人打仗 为了性打仗 为了名打仗 为了太太打仗 新一代人 一概都不要 不赚钱 不要title 不要名 也不要权力 就是争取法治民主自由 这个力量太大了 中国的未来 谁都打不住 这是第二个核心的武器 第三个 就是信息的时代 自媒体 大家看到了 这个路德先生的采访当中 采访了一支先生 还有九股后 这个小女孩 这个小天才 你看到了 新一代人的这种政治 这个思想的这萌芽 和他们的对民主法治自由的启蒙 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海外 国内的 这个新一代的孩子 利用了今天的社交媒体 他们要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了 这个可了不得了 这比我们这些人要强万倍亿倍 我们所有的饭都给他们做的 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应该为他们而奋斗 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跟他们相比 我们什么都不是 你看跟那个孩子的 那个政治思想 和那个真实 和执着 和那个悟性 跟那些所谓的民运 那简直是十万八千里 那已经out了 老帮菜 这佩服 中国真是有了希望 在他们身上看 然后看到内涵 那都是希望 这是现代的社交媒体科技 即将有突破性的发展 又巧遇了 现在95后 和00后的新一代的民主的发芽 这是第三个武器 第四个武器 大家现在要看到的 现在是核心的核心 也是我们现在 大家都在 都在这个议论的 就是美国的这一届总统 川普总统 这一届班子 简直是 他们有了强烈的 人权 民主 自由的这种追求 坚定的意念 美国的这种意识 和美国的国家的根基 和全世界对这个人权的这种尊重 人权大于国家主权的这种思想 坚定不移 而且这个团队都是这样的 无论是川普总统 无论是蓬佩奥 无论是这个John Porter 无论是他现在五角大楼的 Marx这些人 都是这种思想 而且我这次在华盛顿 遇到这人谈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在关心 人权 法治 民主和自由 就这些人 是我们现在一个 上千次给我们的四个礼物 终上所述 现在咱们这个盗国贼们 想继续欺骗14亿人民 继续统治14亿人民 那是不可能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了一句话 任何一个国家的独裁或执政者 想关起门来 随便虐待自己人民的时代 将一去不复返 一去不复返 一去不复返 这是伟大的一个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了魔幻的时代 充满了机会的时代 人类将从这个时代 未来的两三年内 走向一个新的伟大的时机 那是真正的人类上 享受物质文明 现代科技 人能更加健康快乐 同时也面临更多挑战的时候 更加在意的是人权 法治自由和民主 我们非常的感恩 上天让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非常的感恩生在这个时代 非常的感恩 感激 我们要珍惜每一秒钟 珍惜上天给我们的一切 绝不在无谓的事上浪费一秒钟 浪费生命浪费时间 我们的喜马拉雅一定会实现 给我们赢了 所有的战友们 好好地去认真地睁开眼睛 看看我们现在美好的时光 关注重点的事情 当然爆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攻击 最后一点 也是文贵爆料 开启了中国人 知道乌托邦 知道盗国贼 本质也是第四条 这个爆料的 他们这些真实面目 会飞速地用现代化的信息和工具 启蒙党内九千万党员 良知的党员 有良知的党员 受压迫这十四亿人民 让他们看清楚他们的未来是什么 这就是文贵爆料的最核心的本质 以党制道 以党反道 以党制贼 以党失陷我们喜马拉雅 让用精英和我们草哥们 集体的力量 一声呐喊 嗲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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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声 甚至车不走了 熄火了 甚至火车都要停下来都坏了 那那个时候 盗国贼一天都不会走人 走人 不杀人 走人 要人民当家做主 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创造奇迹 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另外一个奇迹 以不流血的十四亿人民实现了民主法治自由 中国人的尊严就要回到历史上最顶端 最顶端 那就是佛家的思想 不作恶 不行恶 而至大善 而能给天下带来太平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新世纪 还不用导弹 聪明导弹都不用 我们用聪明的思想 聪明的手段 聪明的办法 在不流血的情况下 能达到一个人类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和平的盛世 我们开启了 我们叫醒了世上 现在上天对中国人的眷顾 我们也叫醒了冤魂们 杨改兰女士们像这些冤魂们 去来打击的盗国贼 我们叫醒了95后00后 与我们一起奋斗 我们叫醒了世界上的精英们 跟我们一起奋斗 没有不赢的道理 该我们赢了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哎呀我还得用这个核武器啊 种种 你看又不管用了 再来 你看这玩意儿 这还蓝牙你看你看 所以有时候高科技也不太管用 或者我太笨了吧